大家好 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美國經濟愈墮落 環球股市愈快落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全日恆子升了613點 收報27578 成交有919億 今天港股大幅反彈超過2% 恆子是有2.3%的反彈幅度 都不可以說為之少 今天反彈這麼多 就因為美國經濟愈墮落 環球股市愈快落 說的是美國經濟如果轉差的話 市場對於美國減息放水的憧憬就會越大 不單只是美國可能會減息放水 環球都會 所以環球股市最近由於美國經濟不多 就反而刺激到它上升 這個上升很可能是一個反彈來的 或者初步判斷 當它是一個反彈先 因為那個基本因素都還是偏弱 而這些憧憬 要減息的憧憬 是不會即時出現的 是要有一段時間 當然它一直不減住 而有一個憧憬會減 反而就有利 在這裏還要撇開一句 我想跟大家說 真是不要跟秋冠爭 秋冠這套劇 落了畫之後 廣鼓就彈了 所以真是不要爭 好 這些當然是開玩笑 題外話 我們先看看今天的恆新市場表現 恆子今天這幅圖 你看到一枝揚竹衝上去 今天試圖回補2月21日和22日和23日之間的下跌裂口 好 22日的最低位 即是裂口頂 是27640 即是第一個箭嘴所致 恆子要重上27640之上企穩 最好當日配合大成交的話 這樣才是為之 叫做真正初步回穩 否則現在回補完裂口 可能還是要跌的 所以今天第一天的大反彈 不要這麼快興奮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今天的成交不是很足夠 今天不過千億 希望它衝上去回補這個下跌地口 並有成交配合 例如過千億 站在其上 站在27640之上 這樣就為之是一個好的反彈 之後我們可以再上網高些 再上網多少呢 第二個箭嘴所致 大概兩萬八千關 兩萬八千關 其實就是由近期的高位 即是其實不是很遠的 只是4月15日 不夠兩個月之前 高位是多少呢 30280 跌到下去 近期的低位 6月4日的低位是26671 然後反彈 大概0.382 即是38.2% 大概兩萬八區 然後再上一級的話 就是5月17日的高位 那個高位是28428點 和如果反彈50% 近期的 你當它是28400 和28這兩級 如果站在27640之上 確認到這個反彈的話 就可以再上網高一點點 當它是一個反彈 反彈0.382 反彈0.5 都是一個技術性反彈 我初步是這樣判斷 那還有一件事 為何說這些反彈這些位 黃金比率呢 跟大家說過很多次 恆指之前 由去年低位 24500 升到上來 今年的高位 然後回吐回來 0.618 即是61.8% 就是26733 結果跌低了不是很多 都是差不多的水平 就是那個位子開始反彈 所以有時候的技術位就是這樣 可以作為參考 不要盡順 但是參考 OK 好了 那要配合形勢 現在的形勢是怎樣呢 最主要就是外圍 現在憧憬會減逝 就是因為美國經濟不好 美國經濟怎樣不好 怎樣墮落呢 就是現在它又打貿易戰 又說跟墨西哥什麼 當然墨西哥這件事現在平息了 跟中美打貿易戰 其實經濟它開始滑落 它那個五月份的就業報告 就意外地差 市場預期的積位增長是17.5萬份 結果上星期五公佈的時候 只有7.5萬份 現在市場加深了預期 它會減息了 原本是9月才減的 現在馬上退到7月 多數會猜到7月底那次就會減的了 7月31日那次會減的了 接著9月會再減 12月都可能會再減 今年可能會減息三次 現在市場有這樣的憧憬 所以恃到 美股就 以大幅反彈 反彈 不是最後一天星期五先彈 不是之前也有些經濟不好 也都是聯儲局主席 鮑威爾已經說了 改了口風 不再說要保持利率 有耐性 不加不減 市場已經預期會有可能會減息 結果數據出來之後 加深了這個預期 現在衝到上來 指示這條線 是五十天線 剛剛衝穿過兩萬六的 五十天線就是兩萬六關 之後 短期來看 兩萬六關就是它一個重要的關口 站在兩萬六之上 這樣就會 令到市場相信 咦 美股有機會轉穩 否則的話 可能就是兩萬六之下浮雜了 因為這個減息的憧憬已經炒了幾天了 好了 剛才說 美國經濟越墮落 環球股市就越快落 那不僅是美股升 你看這個德國股市 又是衝上來五十天線了 也都是連續彈幾天了 也都是憧憬環球會減息 美國會減息之餘 歐洲央行也都有機會會放水 看歐洲央行之後 開會之後講些什麼 大家就明白了 也都有機會的 跟著它也都衝上來 差不多可以說是反彈了一半左右 那日本股市 亞太區方面 也都是連續反彈幾天的 下面是一個倒形底 原本只是頭肩頂下跌 突然間出現了經濟不好 會減息 反而就有利了 慢慢衝上來 因為日本是最涼寬的國家 歐洲也是 美國也是 不過都是很涼寬的國家 所以逢是一聽到減息 真的聞雞起舞 一聽到減息 就很開心 就有機會放水 慢慢衝上去 其實環球的市 都是因為減息憧憬 經濟不好 所以衝上去 大家再看看十年期債息 美國十年期債息很重要 下到來之後 近期 其實上個禮拜 在大概兩離邊 就不肯下跌 那今天 反而債息不下跌 他說減息 它不下跌 反而衝上去 就因為避險資金 由債券那裡流出來 債券那裡流出來 會令到債價下跌 債息就會升 所以今天反而債券那裡 反映出 就是避險情緒 的而且確降低了 換言之 就是風險位納增加了 可以承受多些風險 資金就由債券那裡流出來 所以今天亞太區股市 港股 這些就有一個比較大的反彈 就是這樣的原因 當然 現時港股反彈 除了你說美國經濟不行 衝勁去減息這個原因之外 還有就是貿易戰那裡稍為緩和 不過貿易戰這些緩和 隨時都可以再反轉 真的反轉又反轉 過去一年都反轉了很多次 所以就不要這麼相信 無論是武蔭說些什麼 特朗普說些什麼 大家不要看得這麼樂觀的問題 總之都是衝券 預期住 其實中美可能都是有時間搞的 那你如果看 其實今天不是沒有 完全都是利好的因素 是有一些負面因素出現的 例如什麼呢 美元對人民幣 今天是跌 美元是升穿了6.92關 人民幣是跌穿6.92 當然了 今天的人民幣下跌 已經是事先張揚的事件 因為 大家如果有聽新聞 廣泛都報導了 就是 人民銀行行長易剛 接受這個訪問的時候 都已經說到說 回率沒有一個固定的數字 是一定要守住的 所以今天 即刻6.92那個位 就被穿了 被升穿了 或者人民幣就跌穿了 6.92這個位 那上高有個位 6.98的 或者一個很重要的 心理關口 7這個 6.98也好 7算也好 有機會 現在人民幣都是 不斷不斷跌的 即是美元不斷升的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其實對人民幣的資產 有稍稍不利 那就要看中國 如何化解這個 人民幣下跌 究竟呢 它那個 資產價格 會受到多大的影響 人民幣下跌 有什麼利呢 當然是利出口 所以 今天公佈的出口數字 回升了 一點點 有意外驚喜 5月份的出口數字 回升了 不過 之後 應該都很困難的 因為6月份 6月15日 會正式加那個關稅 加到去25% 那怎麼做呢 可能就是人民幣要貶回一點點 好了 大家要注意這件事 對港股也會有一個影響 所以回來講港股的時候 我們憧憬外圍 減息環球 樂觀 快樂的時候 你都要不要忘記 人民幣可能貶值 可能會令港股的反彈幅度 受到影響的 沒有彈得那麼高的 大家仍然都還要注意風險 好了 今天分析就這麼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